今天是1月20日 星期三 最重要是先说昨天 因为昨天的指数大幅度上升 成交金额也去到3,015亿 这是新高 即是由于成交金额走在指数前途 意味着更加高的指数应该还在后面 但今天直到现在这分钟 矮近4时 暂时仍是差一点才能突破3万点 但无论如何 今早指数最高见过2万9,984 换句话来说距离3万只有16点 更重要是整个月在先低后高形态之下 仍然处于一个逐沉顶的格局 只剩下来就要看 当然落后蓝筹 阿里巴巴今天追上270元 是能交代得到 但还有不少落后 汇控是落后于恒指 中人寿是落后于恒指的 内银股中公建都同样落后于恒指 这五个成份股在恒指里面 已经占比有20%了 会否突破3万之后 由他们去拉动从业 令到大市没断作进一步推升呢 我觉得应该是汇控 建行和中人寿 大家可以部署 尤其中人寿 A股是40元人民币 H股是18元 直播率真的很高 买一点没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